Hello大家好,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我是51,我是卡卡 今天是热搜叨叨叨这个栏目的回归 那老朋友们应该都有感觉啊 其实除了剧影中这样的内容作品之外 新发现其实平时很少去讨论娱乐热点 只不过呢,在我们俩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 卡哥确实会针对各式各样的热搜 向我连环发问 那我们也有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把这样比较轻松的小讨论发上来 就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也能够给大家一块可以秉持着新发现一贯的 温柔且淡漠风格的讨论区 因为现在网络上能好好说话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嘛 而且吴时一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见解吧 非常的出人意料 你不要给大家这么高的期待 我讲的都是些老调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每次热搜上有明星他房 卡哥都会换着花样问我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你 你会建议那些他房明星 怎么挽救自己的事业 那方在最近 就是你会建议蔡徐坤 如何尽量挽救自己的事业 对 这首先是我的观点 我期待很久了 你快说 是这样 其实按照我本人的脾气呢 我肯定我的结论是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这是我的谜言 对 但是因为这题 现在已经被设置为必答题 那我就只能按照必答题的思路来打一下了 那首先呢 我觉得是要在确认本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 最容易做的就是切割 因为这个 这次的事件也很特殊啊 就是很多不堪入路的语言和甚至是涉嫌违法的行为 其实都是来自这位艺人的母亲 那我觉得这也是 这次危机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 艺人和她的母亲放彼此一条生路的机会 所以我的第一条建议就是 艺人和她母亲做业务上的全面切割 并且最好是能够把她工作室的业务交给专业素养更高的职业人士打理 那这样一来呢 艺人母亲既不用为艺人的生物学冲动违法犯罪 艺人本人也不用为母亲的铤而走险承担连带后果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做回一个流量的本质 兢兢业业的为粉丝提供与他们的时间和金钱相匹配的体验啊 举两个例子 首先呢 就是要多做善事多捐钱 多唱现场多聚会 这样能够 我觉得如果做得到位的话 能够比较有效的提升整个粉丝群体的身份认同度和那个联合感 那第二个可以实践的例子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真的要严守难得 清心寡欲 要把工作排到爆 如果还有工作可排的话 然后让粉丝群体呢 就是有那种 回到了那种 他们追idol最本质的两个需求 一个是爱情的幻想感 另外一个就是 荷尔蒙的代理满足感 这就是我的两部短效处方 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卖惨 虐粉的这种固粉操作 但是因为这些操作都与我个人的价值观实在是背道而驰 我真的使不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能看懂 但是我没法用 这就是我的办法了 我觉得你真的是有认真的找办法 当然啊 那你要听 接下来就是我的办法 我的办法有一点惊险 这个事情发酵了已经细细力力半个多月了 而每一套公关的组合权 他的前辈们都已经用血量的教训已经诱过了 而我们观众呢 我们大众呢 也已经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诽谤罪 什么是侵犯名誉权了 就这些组合权我觉得都不好使了 那我有一句可以供他使用 就是 结扎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每一次打开社交APP 都能发现一个出生的或者是未出生的孩子 那一旦结扎了以后 就不再是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而变成了 对不起 我结扎了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就可以变成 只要你觉得有人在诬陷你 有人在诽谤你 你就可以掏出你的检查报告单 告诉他们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那你怎么 就是解释 一个idol 身为一个流量 身为一个idol 需要给粉丝提供的 我刚才说的 爱情的幻想感和荷尔蒙的带领满足感呢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如果他还能 以零成本 到处 是吧 发生一些生物学冲动的话 因为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禁止不了的 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 对 所以我也就说 我刚才那个是短效处方 我这个也是短效的 而且我这个不伤身体啊 结扎是可腻的 主要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没有办法奢望一个男idol 他不去谈恋爱 不去做出一些生物学生的冲动 对吧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只能有这样一个 曲线救国的方法 而且他短期内 有强烈的效果 后人模仿的时候 效果都会差很多 是 就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个危机公关才最有效果 那第二个B答题呢 就是怎么看待张艺张颂文 因狂飙引发的粉丝争议 这个我还挺欣慰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 但凡有一个演技差 都不至于炒成这样 是 一定要势均力敌 才能炒出的盛景 没错 而且我觉得狂飙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范本 就是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把自己家的偶像 如果你真的觉得 自己家的偶像有演技的话 送他去演配角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首先大家都能看到 在当今内遇的环境下 配角它的可表演程度 它的可发挥空间 是远远达于主角的 一个出彩的配角 顶一眼实不无聊至极 平平无奇的主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很好的翻本 就是因为 你自己在小说里面 想象中的环节 或者说泥树过的情节 都可以由配角来实现 主角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比如说让他演爱而不得 为爱痴狂 这些都没有办法 由主角来实现 但配角就可以给你演出来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就不是任何这种特别具体的 你甚至还提出了行动纲领 要去演配角 因为我说实话 对于粉丝争议这种题 我真的是 关我啥声了你说 我本人的态度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加入任何一个艺人的粉丝群体过 但是我觉得我仔细 我真的是绞尽脑汁 我才给大家想到了一个类比 我觉得也适用于和我一样的路人观众 这纯路人观众 就是我们看待这些粉丝争议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炒股或者是投资 你比如说 其实这整个过程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是这样的 意外事件 也就是狂飙大爆 引发了市场任职波动 那市场任职波动呢 就波动出啥样的呢 就是高启祥这个角色好绝啊 张宋文演技好好啊 张宋文的口碑从行业内 终于扩展到了大众的层面 那市场任职波动呢 就改变了活跃资金的流向 引发了利益板块的轮动 也就是张宋文成功 跻身戏骨流量行业 从此各种头部资源 张宋文都会登上候选名单 那张艺呢 因为受到大众和行业内奖项的认可 比张宋文略早 所以这一轮的粉丝争议 在我看来就有点像是 我们投资领域的这个上一轮热点 新能源对阵这一轮热点 AI 你说新能源跟AI谁胜谁负 根本谈不上嘛 现在在那跳脚的都是 分别压保了新能源和AI 两条赛道的人 害怕是在市场波动里面亏钱 所以他们才天天在那跳着脚骂 只不过呢 粉丝大战我觉得 跟现实生活当中的投资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那些处于粉丝链条末端的数据女工粉丝 她们得到的或者失去的可能都不是真金白银 而是那一点点来自她身处一个粉丝群体的那种虚妄的存在感和心理满足感 对吧 我就说了吧 你这些东西你都看得很深刻 你就不会像我一样很浅薄 不不 你是特别的实际 实在是有行动纲颖 说得好 那第三个问题 就来自一个渊源流长的必答题 艺人到底要不要正范位 卡哥先发 又是我吗 我的想法就是 必须得正 你人正一口气啊 就是对于粉丝来说 我们先说对于粉丝来说 就是你们家的IDOL 你们家的偶像 如果连范位都不整了 天天就想着尽快打卡下班回家躺平 那你还粉丝干什么 数着日子等着塌房吗 好 然后接下来是对于我们路人观众 那对于我们路人来说 这事情也很好说 就是从16年盗墓笔记电影开始真范位 打响了这一个响炮之后 到之后青瞻型又被点名批评 那我们观众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范位的教育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从里面看见门门道道了 就是看到背后的立意纠葛 我没有看到立意纠葛 我是这样的 是你从真范位的事情上面 虽然不能判断一个片子它有多好 但是烂片一丑一个座 对对对 真的越凶越是烂片 对啊 你说你一个大女主角 你那个男主演要来争一番 是不是 烂片 你说你一个甜宠偶像剧 男女主角他们争番 烂片 对了 你这不就是影响观众带入吗 你看现在那些甜宠偶像剧宣传宣发 都是真情侣有多甜 你这边观众想磕CP呢 结果你们之前已经四番四的天昏地暗 所以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真范位真的是判断烂片的 非常好的审时审利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你的观点对吧 对 而且我还想说一句啊 就是因为21年的时候 我广念总局已经下发了 就尽量大家避免真范位这件事情嘛 那如果有真范位的事情热搜传出来 那必然是偏方或者说剧主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小心思想要让大家博这个热度 那你也根本不用看了嘛 蓝片 好好好 那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你看你这个行动纲领确实是有一些些不利于行业发展 我这个就很利于行业发展了 我觉得是这样 蒸范位 问题不在蒸范位 问题是大家都半途而废 我们现在就要立一个规矩 要蒸就必须蒸到底 那半途而废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一个项目吧 他从官圈到麻野人阵容到开拍 艺人和粉丝都争翻未争的不亦乐乎 然后这个项目一上线 效果不及一期 哇那艺人跟粉丝啪啪啪 一下就没影了 然后而且还会把这个铺的锅丢给其他主创 最近有一个词叫逃翻 对 然后平台和制作方这边呢 也是一开始乐见其成 这个热度推波助蓝海 然后呢 结果一看项目一上线 一砸锅啪啪啪也爆米尔了 并且更可怕的是 因为前期征了翻味 在他们内部 在平台和制作方内部 还会把锅推给前期征翻味 内部还有人可以隐形 还不用有人出来担担主则 所以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就是这种有了坏事全能跑 有了好事少不了的半途而废 时征翻味 才是这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止住这种半途而废 我们就能力挽狂澜 把这种恶性循环变成正向循环 怎么止呢 怎么止就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全链条的征翻味 就是翻味一征定 那你这个资源宣传资源 然后各种各样的资源 都可以 都可以给主演配到位 然后聚播完了 如果爆了 加资源 升咖 如果铺了 降资源 降口碑 反正就是要掉真金白银的掉东西 咖位一定要征到这个地步 一定要征到底 这个链条就会 搓一下 就顺了 对就顺了 就是 你就会让艺人跟粉丝 在前期正范围的时候 他心有臂记 他不是零成本入场 又零成本出场 他是必须要带着真金白银来折 这个人吧 一有顾虑 他就会有分寸 对了 也有分寸 这个链条就会从恶性循环 渐渐的被导向正向的循环 对吧 所以重点不在于争不争 重点在于半途而废 我希望总局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好好好 我认为在这一场我赢了 毕竟我考虑的是 让行业整个正向一点 我真的不想天天见烂片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我很累的 我就是看到烂片 不从会员 不看 但是这也意味着 本来应该投向好片的那些钱和资源 也都被烂片占据了 你不能光算肉眼可见的成本 你得算沉默成本 触敌反派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三个或新或旧的热点问题的一些小讨论 也欢迎大家 在弹幕和评论区 说出你们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建设一个温柔又弹幕的世界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观众或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爱你们呀 我们下期再见